很多人都讲起来说 好像你在卖狗皮膠药 其实其实真正它就是想用狗皮膠药 虽然它不需要 但在很多方面它已经超越了液体的药品 它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理念 让它有如此神奇的效果 我们大家看一下 其实它用的就是说 一个抗衰老的一个养生理念 在这个理念最主要的它是用了细胞 干细胞技术细胞优化管理 那么这个就是快速彻底安全 那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这里我要说到干细胞养生 我们知道就是说 我们在座的有就是美容师 有按摩师 我们都知道工医养生 筋膜养生 各种各样的养生 那么在这里呢 这个杰斯的这个里面 它用的是干细胞养生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个人 大家首先有一个礼要知道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都是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有受精卵 受精卵 然后呢 慢慢慢慢通过 寄带血 吃妈妈的营养 然后呢 最后九个月以后的分化 变成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帅哥 每一个这样来的 所以其实我们 我们能够变成人 大家看一下 其实我们是从怎么变成人的 对我们受精卵 最后是由于我们的营养 然后变成人的 所以说我们生命的起源 来源于什么 营养 是第一个概念 我给大家带出来的 所以我们不是吃药变来的 所以说如果你今天在妈妈肚子里面 你接受了一点化学东西 你受了一点辐射 这个胎能不能成型 可能就流产了 保不住了 对不对 所以说其实人的生命起源 是来自于营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我们不管你怎么样 最后我们分化分化 九个月之后变成一个胎儿 最后九个月之后 你生出来变成人 我们人其实就是有 我们这个一坨血肉 大家想过没有 靠营养它可以分化分化 就分化成我们的 278种主持跟器官 所以说我们人是由 干细胞来的 我们受精卵 就是一个最大的原始干细胞 这是第二个概念 大家听信了没有 我们在给人家讲的时候 一定要讲到 我们受精卵 就是最大的原始干细胞 这个原始干细胞 接受了这个信息 这个信息是什么信息呢 就是我们的生长 因为在我们的分化过程中 我们的干细胞 它会分裂出来278种生长因子 就把我们受精卵这块血肉 有一部分把它分解 长成我们的表皮 我们的神经 我们的骨头 我们的所有的这些 头发啊 什么眉毛啊 都是它长出来的 所以我们人是由受精卵 是由干细胞变来的 干细胞 什么叫干细胞呢 干细胞呢 被科学家说为什么 万能细胞 万能细胞 它可以变成 再生出你的所有组织 跟器官 这就是第二个 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概念 所以呢 就说 那么 那么就说今天 科学家就说了 如果我们都是人 都是干细胞来的 我们278种组织 跟器官都是干细胞来的 那么就像我今天这个 脱脂坏掉 我要修它 是不是要找到一样的原材料 才能修补它 我的墙是灰浆的 如果烂了一个洞怎么补 你拿着钻头去补吗 不是 你一定是拿灰浆去补 找到它的原材料 所以我们人的原材料是什么 干细胞 那么在杰斯里面 它就是说 它用了这三大技术 第一个呢 是我们的干细胞技术 第二个呢 是我们的DNA修补 跟专利技术 第三个呢 是营养精英学 那干细胞技术 在我们过去 传统的技术里面 我们用的最广的 大家知道 如果在中国 一个孩子得了白血病 一定是要找到 一个健康的人 他愿意捡献他的骨髓 把他的骨髓干细胞 捡出来以后 跟这个孩子配对成功 那么他的骨髓干细胞 就可以输到这个 有病的这个病体 这个孩子的身体 而这个孩子 可以得到彻底的救治 而且现在在全球来说 能够救助孩子白血病的 这个是唯一的方法 那这个就是叫做 干细胞的移植 对不对 那么这个干细胞呢 叫做一体干细胞 但是在结词里面 我们用的叫做 质体干细胞的 集合系数 因为科医家说 既然你的骨髓干细胞 可以 好人的骨髓干细胞 可以冲出来 救治有问题的孩子 那有一种 有没有一种方法 可以我吃一些东西 把我自己的干细胞 集合 集合以后 让它走出来 修复我的八大组织 修复我的干细胞 看一下我的干细胞 有没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的话 它就会去检修 修复它 如果它坏得太厉害了 它就会发一个指令 让那些受损的 太厉害的细胞 凋亡掉 它把它自己 变成那个部分的 组织跟器官 这就是我们的干细胞的 再生技术的原理 所以说 其实我们的每个产品里面 都包含了干细胞技术 但是我们没有吃干细胞 我们也没有查干细胞 我们只是用了它的 自体干细胞的 集合技术 这个技术呢 就是在于我们的 我们喝的白粒乳酸里面 我们今天喝的白粒乳酸里面 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 集合我们的自体干细胞 然后增加我们 我们身体里面的干细胞的量 也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医生 让我们更多的医生走出来 然后把它拍 说赶快起来 你心里有问题了 不要睡觉了 医生走出来 让它去自己的修复你自己的组织跟器官 就是它的第一个 那么我们的AMPM里面也有 大家有没有看 有一个专门的stem cell的干细胞的 就是修复跟管理的地方 一个成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干细胞的 集合技术 那么再来呢 就是我们的基因修复技术 我们一直在讲一个问题 就是千病万病 就是细胞病 细胞病院呢 它是有分阶段的 那么如果当我们的这些细胞受损 只是我们的细胞膜 受损的时候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那么就是亚健康的状况 比如你到医院去检查 你所有的指标都正常 但是呢 你这儿痛那儿痛 你没精神 你睡不着觉 你吃不下饭 对不对 你呢 便秘很多问题 这个时候呢 就是你的细胞磨受损的时候 叫亚健康 那么全球呢 科学家就是说 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呢 75%的人 都是属于这种 亚健康的人群 那么另外的话 就是还有呢 就是我们呢 如果当我们的细胞受损 到我们细胞的基因了 我们说了基因 是期待所有的遗传信息的 对不对 你家族的遗传信息的 所以说今天你生下来 你的孩子可能长得像你 可能长得像你老公 可能高 可能矮 可能白 可能黑 都是由你的基因上面 所携带的遗传信息 在我们的基因上面 有四万多条信息 那活跃的其实真是同的 很多都在休眠 那么在这里呢 如果你有了基因受损的时候呢 当我们随着年龄增长 我们的环境的恶化 那如果你的基因受损的时候呢 我们的细胞是一分为二 在复制的 那么它就复制的 复制错误信息 那当太多的这些 有问题的细胞 都是有细胞的基因受损 它复制的细胞 都是有问题的 那如果是在你的肝脏上面 会引起了你的肝脏的功能失调 那你肝脏如果功能失调的时候 酒精还不出去了 你的酒精肝 如果今天你的脂肪 还不出去了 你的脂肪肝 如果这些病毒在你的脂肪 在你的肝脏上面 还是会引起你肝脏 常随发炎 肝脏肝炎 如果今天你的 菠菜细胞 骨髓里面有一个 菠菜细胞受损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的骨髓上市功能 就不了分离 词负口的胰岛素 那这个时候 你说吃的 吃个饭的时候 这个血糖呢 我们就没有办法 没有 我们的胰岛素 参与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 进入细胞 变成能量了 所以呢 你就管疗病了 对吧 所有的病都是我们的基因受损而产生的 那么如果基因受损的话 更要命的是会遗传给我们的下降 你的孩子如果现在都生二胎 生二胎的人大概都是在40岁左右的 那这个时候其实是我们人体自我修复 跟自我修复自我主义的能力最大的时候 开始下降的最大的时候 大家发现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怀孕生孩子的时候 你的基因有非常多的出现 生出来的小孩有很多很多都是有问题的小孩 变异的基因 有的没有胳膊 有的生下来就是五细胞瘤 对吧 有的生下来几个月的白血病 所有都是这些基因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呢 劫师的科学家就发现 修复我们送手的基因 还是我们今天要去抗衰老 要去救护我们所有慢性疾病的一个关键 这才是一个关键 那么再来的话就是基因 我们的端力延长就是 我们大家都知道端力其实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这个小东西是跟我们每一位的生老病死密切关系的 今天你的端力 那个端力 你基因后面的小小的一个保护套 我们叫尾巴也好 长 那么你的腱你就健康 你的这个尾巴长 你的寿命长 如果今天你这个尾巴短了 你就开始生病了 尾巴没了 你就开始衰竭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科学家就发现了 其实我们今天的生老病死 其实跟这个端力力切相关 如何保护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端力的长短 决定了你今天是否健康 跟上次的关键 所以在这里 他这几个关键的技术 就是三大核心技术 另外的话 也是为什么 你在这个市面上的所有什么 所有过去的安地啊 鱼商啊 还有很多公司的 他的产品都好呢 因为他真正的是走到了 一个非常高的科技层面 他今天手中的科技是超过去 所有的公司的 因为他用了一个小分子技术 这个小分子技术呢 已经做到细胞的 自载到六百分之一了 所以说他可以快速的 把我们所有的有效成分 直接带到我们的细胞核 对我们的基因进行营养 对我们的基因进行修复再生 所以这一条呢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叫做基因营养学 就是这个学科已经 如果今天你把你的小孩 做了哈佛医学院去 做了营养医学 你学的就是基因营养学 专门有一个学科 叫基因营养学 就是针对我们的基因 这个叫做精准医学 跟精准医学 就是直接把你的有效成分 打到你的基因上面去 对基因进行修复了 这个就是更高的科技 那我们在这个杰斯公司里面的 大家都知道有两位 得高望重的科学家 那如果你们今天真正是要进入 杰斯的希望大家一定要去参加杰斯大学 杰斯大学是你懂进杰斯的一个最好的 一定要去 因为你才可以公司 你要了解公司 公司就会把公司就会把公司 搬到这个香港 搬到比如说 搬到多伦多 搬到这个就是奥兰多 搬到美国 那同时呢 他也会把这些研发团队的 这些科学家请到请来 让你亲自聆听 科学家用他一辈子的名义来背书 来给你讲解这个产品的 真实性跟有效性 所以我们的第一位呢 大家看一下金啪啪 那么我以前我的前夫是跟他同意用 美国的矿泽老学会的 同一个学会的 那以前我就已经早就知道他了 非常厉害 他们所有的医生要听 就是他们每六个月都要开支医学会 在美国的话是听他讲课的 所有的医生是听他讲课的 所以他是医生中的医生 专家中的专家 所以他呢 在美国来说的话 他是非常有名的 在全球这个DNA 这个研发技术呢 也是由他来领头养 他一辈子写过五本 关于基因跟我们 疾病跟生命的书 这五本书呢 现在呢都被用在 这个哈佛大学的一个教科书 那么同时呢 他也被美国太空总署 选为这个太空总署的医学顾问 然后呢 也是美国抗教导协会的第一任理事 那么所有这些太空人 吃的食物是由他打官的 所以太空人吃的食物都不是一般的 这是他厉害的地方 那么在2014年呢 他的研发 就是我们吃的AMPM的配方 是由他研发的 那么这款东西呢 那么获得了2014年 罗伯尔医学奖的提名 虽然没有得到这个罗伯尔奖 但是能够得到提名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那么就是为了表彰他 这一辈子 他直接获得两次提名 就差那么远两次提名 我觉得他应该获得罗伯尔奖 对 那么他在 就是说在DNA这个研发方面 对人类做出的这个卓越贡献 是为了罗伯尔这个委员 这个那个表彰委员会 是为了表彰他 做的贡献 我们大家也知道AMPM太棒 太棒了 对 那么再来的话 就是我们的话 就是我们的Dr. Neumann Dr. Neumann的话 他就是干细胞之父 是我们全球来说 是脂肪干细胞之父 他是所有我们这个 再生医学的一个 就是说风向标 在美国的比福利山庄 我们以前在北美 他医美诊所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要 我们不是会去看韩国 我们是会看 好莱坞美国的好莱坞 这些医生在用什么 那么我们就会用什么 所以说呢 他是全球唯一一个 可以从脂肪干细胞里面 分化出来 最多增长银子的一个科学家 就是说这个分离数 你能够分离五种都不得了了 我以前那个一个美国公司 跟一个德国公司 我给我做供货的 最多能够分离出19种 就已经卖到 很昂贵了 10个ml 基本上我的成本价值在 在800到1000块 纯的 我拿回来要多东西的 对吧 那而且呢 那个是活细胞 我在解冻以后 48小时 我必须要达到 我的病人的级内 这个就是不同的 它最牛的是 它可以成功的 从干细胞里面 脂肪干细胞里面 再分离出来 248组生长运气 所以它已经被称为 干细胞的延伸技术了 就是不再是干细胞 我们过去干细胞 是一定要掉水的 要打的 打针的 要滚 干细胞只能通过掉水 然后呢 或者我们用滚针 开通道 把干细胞滚到脸上去 过过 其实就是进血液的 滚针就是开通道 然后呢 就是掉水 IV 一定是IV 而且 所以说它就很牛了 因为过去 你知道干细胞技术 是指挥方存在 室面室跟医院的 因为它是活细胞 所以说呢 它不能 它就是说运输起来 很麻烦的 而且呢 人体细胞 你不可能把带的 回中国回哪里 很黏的 不整的 那么而且呢 这个活细胞 它有 一解冻以后 它有存活的时间的 对吧 但是这个呢 它的延伸技术呢 就是没有活细胞的 全部是生长因子 就是一个信号 但是这个信号 就是我刚刚讲的 是我们变成人 缺因不可的 对吧 我们每个人 能够变成人 少一个这个 248种生长因子 少一种 你都有缺陷 你少任何一种 都有缺陷 所以我们整个人体 278种 它能够分离出来 绝大多数 278种 最活跃的生长因子 好 所以呢 它呢 那么 所以呢 它 在美国的话 底伯利三庄 它是开设医学美容诊所 那么明星的政要 都是由它来承误的 所以今天 好莱坞明星用什么 是不是我们全球人 都会在用什么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风向标 那么再来的话 它被美国 剑桥明路 选为美国 杰出实业家 输融 那么为什么会 实业家输融呢 就是它的技术 可以推广 可以放在 平平罐罐里面 被推广 所以科技家 不可能成为实业家的 因为科技家 不会做生意 它研发了一个东西的时候呢 你经常听到 就像我们中国的 图悠悠一样 一啊 轻薅素 二十多年前 都已经有了 对吧 但是呢 当它得了诺购奖 我们才知道 对吧 有多少人用过 没有 对不对 所以说 能够把它一个研发技术 推广到全人类 这就是它 可以获得美国 杰出实业家 输融的 最厉害的地方 因为今天我们用了 这个生长因子 所以说我们的 干细胞技术 可以装在平均罐罐里面 在常温下保存两年 所以你才可以实现 在网上一点击 被送货到全球任何地方 所以说干细胞技术就 把它打破了传统的这个枷锁 就不再是属于那些 明星跟贵族的 对啊 如果今天你要做干细胞技术 到我整所来打分五万 五万加币 到他那里十万起跳 对 就是就大家都知道 干细胞技术是属于贵人的 贵人跟富人的才拥有的 可是今天由于我们的 Dr. Newman的这个技术呢 就把它变成 补给给全人类 就是它最应该得到 加奖的地方 也是杰出公司 最伟大的地方 可以把一个生物高科技 给它平均化 而且可以全球全人类 去用去享用 而不是只是富人的专利 我觉得这一点是最厉害的 好 哎 他们都 这个按一下哪里 好 好 这里我都 大家都看到 所以呢 今天如果 你的朋友在问你 在跟你说 哎呀你查了什么 查了什么 对不对 我用了哪怕 我用了什么 想奈儿 过去的 不不品 不管你查什么 我们过去的不品 都是从补充 如果今天你缺水 给你补水 你缺胶原 给你补胶原 你缺波酵酸 给你补波酵酸 对不对 里面都是营养的 植物精法 那帕尔是现在最顶级的产品 它就是用了 禽鱼子的精法 因为禽鱼子是属于动物的 跟我们人类 是最相近的 最早是我们以前用苹果干细胞 那个苹果植物的必定跟我们人体的结构不一样 后来我们又改用羊的 对不对 羊的话如果不跟人去做一些 它也有抗排斥 有排斥的反应 所以今天我们用的这个干细胞技术呢 是用我们人体的脂肪干细胞 分离出来的 所以说呢里面干细胞都不带任何蛋白 也是里面就是一个信号 所以它非常的安全 那这个东西你查在脸上的时候呢 我们今天可以修复你所有的皮肤问题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叫做整容不靠刀 全靠干细胞 你自己用完以后三到六个月 你就会发现 诶我的脸 为什么人家说诶你瘦了吗 很多人会问这句话 你瘦了吗 其实是因为你收紧 人家说诶你去韩国拉皮了吗 对不对 会问你诶你年轻的做了什么 美人对不对 会问你 就是这个这个意思 因为它里面有248种 生长鸢子 在这个里面 这个是它最牛的地方 那278种生长鸢子 我们这个大陈勇满能分立出其中 278种对活药的生长鸢子 那么前面的这几款呢 这几款呢就是 最前面这几款就是一般来说 我们想那儿的黑皮里面有五种生长鸢子 基本上就是前面的那五种 那这五种的话就是 跟我们皮肤密切相关的 我们的最重要的生长鸢子 就是EGF 好 这个EGF就是说今天你如果你的美容产品 人家问你说 我是抗衰老的 我昨天见了一个newskin的人 他说我们公司的产品是抗衰老的 我首先就问他你用什么来抗衰老 你里面有什么成分叫抗衰老 如果你只是植物精华东西 因为newskin基本上都是植物精华 我看过它的成分了 包括它滚滚滚的一些 它用的这个精华术 其实我都看过它的成分 就是植物精华 而且newskin的话它只作用在RNA 就是我们的线粒体 细胞质里面 还没有进到 它的分子 还没有小到可以进到细胞核里面 这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可以突破一点 那么其实最重要的在里面 就是这个EGF 如果今天你能够称为美容产品 你就我是医美医美 医美最重要就看你有没有EGF 那么看你有几种生长因子 我们过去就是用生长因子 那么还有呢 纤维母细胞生长因子 如果这个有这个呢 你查上去以后呢 你的脸会慢慢被拉成平 因为它帮你增加纤维蛋 你的蛋白 弹力纤维 那么如果有血管类型的这个生长因子呢 它就会修复我们的毛气血管 所以为什么你查了以后 你慢慢的眼带会小 再有呢 结底组织的生长因子呢 就是你脸上有坑坑啊 有这些东西 它会慢慢把你填平 反正这些东西都是有非常多的 那么骨形态的呢 就是好像你年龄大了 你现在发现你的骨骼形态会变 学过化妆的 学过这个就是造型化妆的 你就知道它是其实骨骼在走 你就变老了 那这个查完的时候呢 它会把你的骨骼 重新换往云青的这个再生出来 你就慢慢慢慢 整个样子变年轻了 它都是这些生长因子在起作用 还有我们的神经的那个 神经的一个生长因子 神经元的生长因子 就是我们的皮肤上面 经常有的人就是 到一个年龄就开始抽搐了 就是抽搐了 所以我们就是大概 我们这些不需要了解那么多 主要了解几种就好 那么我们这个EGF的话 就是说在1986年 就已经被这两个科学家研发找到了 其实这个也是洛伯尔得奖的技术 我们在杰斯公司里面 款款都是洛伯尔得奖的产品 所以它这个是1986年的洛伯尔得奖技术 这个就是刚刚我说的 如果你被称为医美 你一定要有这个EGF 这个呢叫表皮性增长因子 也叫美丽因子 它可以让我们的衰老的皮肤变回年轻 所以如果今天你的产品没有EGF的 不可能被称为抗老产品 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叫做什么 阶线 对阶线 所以它在说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跟这些人沟通 未来 没有 它只能修复跟补充 对 没有这个再生的 因为这个EGF的话 它是一个有移的再生功能 主要是再生我们的脱尿酸 主要是再生我们的骨胶原 胶原蛋白 那么这两个就是关乎着 我们会不会长重 我们会不会松的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 那么这一次呢 在Dr. Newman的诊所 你去到这一支 1660美金 如果在我的诊所也要卖到 可能要超过这个价值 过去是会卖很贵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来到互联网时代 就是打破传统 直接跟公司购买 中间没有任何的代理商的环节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我们杰斯里面 另外一个专利技术 就是我们的日霜里面的一个叫做 2003年的洛宝化学奖 这个也是这两个科学家 他们在研究的时候发现 就是说有一种成分呢 叫水空道蛋白 这个蛋白呢 你只要插在你的脸上 它就会自动的给你开一个通道 这个通道呢 就让你这个 你的成分里面的保水因子 就可以通过这个通道呢 快速的进到你的真皮层 给你的基底层去进行 长效的超补水 那么这个补水 你看一下 在用了有水通道的 这一个水通道的这一个产品呢 你看 2.5分钟的时候 你的细胞就开始像海绵 吸了水像盆大 到了3.5分钟就更大 如果没有水通道的 你的你查完之后 跟之前是一回事 只在表皮补水 听懂了 你过去的产品 只是在表皮补水 所以查的时候 你觉得表皮好滋润 同时呢 更糟糕 我们过去的产品 还用什么 还用矿物油来锁水 矿物油在锁水的时候呢 你晒了太阳以后 矿物油会变成 wax 那就会塞住你的毛孔 那么这个时候 你毛孔为了要呼吸 它就拼命的脏大 所以说擦了很多时候 那些产品的时候 你看到油光光的 可是你的毛孔 看上去非常的粗大 尤其是这两块 对吧 所以说这个的话 刚刚我说的 刚刚我们说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就是水风道理论的话 就是对我们的皮肤 进行一个深沉的 长效的 我们的超补水 然后呢 关键还有一个问题 它是用了植物的 就用我们的 我们的苹果 我们的西瓜 我们的扁豆 这三种植物里面 提出来的植物蛋白 放到我们的浴霜里面 所以你擦上去 它就会开通到 你的水分就裹在里面 所以你现在发现 你早上的时候 我就是不睡觉 我的脸都是那么激热的 我突然在没睡觉 然后你看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核心技术 就是我刚刚讲的 小分子技术 叫做 维之狼专利技术 超高吸收力 为什么这个科学家 要做这个技术呢 Dr. Newman 他要利用这个技术 在他产品 因为过去的干细胞 我刚刚说的 要打针的 所以你要飞到 美国去打针 对不对 打针 为什么要打针呢 因为我们的 所有的分 我们所有的产品 都是大分级 你擦在脸上 是不怎么吸收的 所以有打针 就是穿透了我们的皮肤 打到我们的皮下去 刚刚好 四个毫 他这个针是分了 分了那个 就是我们以前用的针 有四个ml的毫米的 有八个毫米的 打的程度 都是不一样的 一美的 有打到基底塵的 有打到针皮塵的 都是分了的 小针美容 是分得很细的 那么目的是 会把不同的成分 带到你的皮肤的 不同层面去 那么科学家就说 我今天这个 已经不用打针了 那怎么样 让你在家里 谈到技术 相当于去了 他准备去打针呢 就是用了 这个小分级技术 那么他把所有的 有效成分 都包裹在这个 微金球双层 这个胶囊中间 在这个时候呢 所有的有效成分 都在这个里面 我们的248种 是养鱼子补水的 什么 那个我们的 蓝绿藻啊 都在这个里面 那么里面是清油的 外面是清水的 那么当你一查了 我们刚刚说了 有有这个水中道的理论 它很快的 你的产品就 快速地进到 我们的真皮层去了 这个时候呢 就相当于 你小于细胞的 400到600分之一 就相当于 给你的皮肤打了针 对 你一查上去 就相当于 在你的脸上 打了成千上万个 美容针了 你就不用 飞到它的诊所 一样的可以 享用这个 盖子胞的技术 这个呢 长效 深层 靶向自然 对你的 对你的真皮层 进行所有的防护 所以我们这个日 我们这个理念 那么我们就从洗脸的开始 我们这个洗脸的这一支呢 好 你刚拍了吗 没有 好 这个这一支洗脸的话 是被美国的这个 就是专业的 这个皮肤科专家 推荐给大家用的 因为它这个叫做 四脂肪清洁 那么第一个呢 它主要 它可以清洁 我们表皮上的 这些脏东西啊 就是第一个 用的这些 水阳酸 干唇酸 这些融合的 来软化我们的角质 另外的话 然后呢 它对我们的皮肤进行一个维护 那么它会进行一个 生成的毛孔的清洁 再来的话 它会把我们的PM2.5 小PM2.5给它排出 就是我们悬浮在 我们皮肤上面 就化学的小的悬浮力 另外的话 洗完了以后呢 这一支里面就含了 我们过去的 平分水的功能 我们过去洗完以后的话 我们是用碱性的东西去洗脸 去油嘛 去污 对过去你传统的 洗脸的理由 都是用着强碱性的 碱性的东西 所以洗完以后 它一定要用平分水 我们叫PH balance也好 我们叫爽肤水也好 松缩水也好 主要的功能 是为了把你的皮肤 从酸性 恢复到弱碱性 5.5左右 因为你的皮肤 只有在弱酸性 它才会吸收营养 它会带为正常工作 不然你的皮肤就会 要花24个小时 不停的工作 才会恢复到这个弱酸性 那你的皮肤就会出现 疲劳的状态 而且会干 会脱皮 那么在这个里面 它就加了 用了一个极力炉灰 那么它就给你 进行一个超支润 然后同时呢 把你的PH值 回复到5.5左右 所以这一支 我们叫做 湿脂肪清减 然后在洗脸的同时 就已经把你的PH 使用于平衡了 那么减少你的繁锁 也节约了更多你的精神 你不用再买一支平衡水了 你也不用再去拍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洗完脸 脸是湿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可以擦什么 精华术了 对 这是最方便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 迈出青春的第一步 就是我们用的 复合青春 这个就是 复合青春精华露 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有248种生长因子 而且这一支里面 这个生长因子的含量 高达85% 很多公司说 它有生长因子 它是叫贴牌 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美容 有没有概念 贴牌的意思 只要含量超过2% 就可以贴牌了 懂不懂 所以说很多东西 你买了 花了几百块钱 买的东西 根本就只有一点点 生长因子 或者这个钱质 但是在节纸这一支里面 它的含量超过85% 所以说非常牛的 一个精华素 那日霜我们看一下 刚刚我说了 就是我们的日霜 那跟他手是什么的 生长因子 对 这个值钱 对 这个是最关键的 所以虽然它 所以说它一瓶里面 只有15个毫升 对 基本上在医美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做医美的时候 精华素就是10个毫升 15个毫升 不可能给你做 有时候我们就是买 沙漏尺寸也最多30号 不可能给你做到 300 500 不可能 因为精华素是需要 更高的科技 更小的分子去提成的 所以就说这个大家 就是必须要知道的 那么再来就是 我再讲到日霜 日霜的话就是 24小时保湿 因为它用了这种 你刚刚说的什么技术 水中道的技术 防晒由于它用了蓝绿藻 所以在地球上生活了 30亿年的这个蓝绿藻 它有非30亿年 它是有非常强的 抗郁威的体育能力 所以科学家把它 提炼调放在里面了 然后呢 它还有一个糖效索水 就用了红藻 红色的那种藻 它有非常强的 这个索瓶的功能 它可以把你的皮肤 索做不再代替了 我们过去的矿物油来索水 所以说 还有呢 隔离我们刚刚说的 P2201 所以日霜不光是女人要用的 男人也需要用的 所以你去到什么 像迪拜啊 像这些热的地方啊 防晒的地方 你就不用再去查 我们的防晒霜 就查透一点日霜 已经你的脸会得到 充分的保护 不会红也不会拉皮 也不会变黑 我们真的是全 我跟了威廉老师 我们整个团队 全部是这样去思念 他反正就说 分的钱多嘛 带两瓶给我们 我们就拼命到处查 真的一点都没有费 哦太好 真的 因为它里面的防晒 三十倍的防晒 而且你散布里面 你真的是不会干 因为索水索的很好 非常利害 一般的防晒霜 一般的防晒不是有时间的吗 八个小时 我们这个有没有 我们这个应该没有 但是如果你真的去防晒的话 在一般的防晒是四个小时 它的倍数是跟时间有关系的 对 但是过去的防晒都是化学合成 你查过去硬硬硬哇哇的 沾沾的 这个是纯天然的 那我看一下 你看它 连续用四四天 我告诉你的朋友 认认真真用这个东西 连续用四四天 保时度提升感觉一致六感 那么快速铺水 就是水通道的理论 酸粒合三合一 无油索水方案 里面就是刚刚说了 高补水 它写的 它讲文化词 说了高补水 那么就是由苹果 扁豆西瓜 这几个的萃取物 它里面就有一个 叫做水通道蛋白 就是非常特别的 种子在里面 然后呢 刚刚我说了抗UV 就是南内藻的萃取物 然后索水墙 就是用了红藻 看到没有 这几个东西 对 所以说 在我们结识的产品里面 就是科学家过去研究 几十年的 他们的心血 的这个集合在里面 你看过以后 如果我们做专业的 我们一看过就说 太牛了 对 看到没有 以前我们常常没用过扁豆 也没有用过习瓜 我们都是用苹果嘛 对不对 天里面就要流行苹果盖气包嘛 对 还有瑞士那个特别的地方 对 好 碗修复刷 你看我们这里 我一般不用这个 叫做 我不称它为碗刷 我是称它为 复活基因修复刷 对 昨天我在我群里讲过 我也不会讲到碗刷 因为这一只东西 台阶也会用 它重要就是修复你的 修复你的细胞的 因为它里面 有六大精华 六大精华 有一个精华呢 就是专门是 帮助我们排毒的 在所有的这个修复刷里面 唯一有一个排毒精华 就是专专的这个修复刷 那所以我们查完以后 有的人说 我怎么查完会起痘痘啦 会有笼包啦 会怎么样啊 其实它就是把你过去 查的产品里面 用过多的重金属 我们中国有很多产品 美白的 什么粥 什么原来的 什么叫什么牌子 什么粥 什么 可是我朋友用过 那里面有非常强的签本 它美白 但是你用的时候很白 一停了以后就 啊 黑的吓死你了 对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里面有 以前用的产品里面 有过多的技术 有过多的添加剂 防止剂 对 技术里 它都会 由于有这个排毒的 这个精华在里面 它会把它排得很干净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它里面有一个美白的 整体美白的 叫做 叫做 维C 是叫自裂型的维生素C 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结构的 一个美白 好 那么这个美白的话 你查上去后呢 它全方位给你填 把你的整个脸给你调白 单到适度 而且呢 它不会反黑 它非常稳定 所以它不反黑 这非常厉害的 那么里面还有一个保湿阴质 那么另外最重要就是我们有 2009年的 洛贝尔的专利技术奖 这是我们的专利技术 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专利的延长技术 所以你查上去以后 专利的延长 如果它能够延长你的皮肤细胞的专利 那么就让你的皮肤有更多的新细胞出来 代替你那些我说的黄脸婆的脑细胞 对不对 那么这个呢 就是你用了一段时间以后 为什么我们公司说这个产品 用到六个月以后 180天 你的细胞再生率达到98% 就是由于它里面有这个专利技术 它会把你那些受损的细胞 不停地给你弹出掉 更新掉 产生新的活化细胞出来 所以这个修复霜呢 你只要坚持入14天呢 就会发现你的肝臭改变 你的肝臭的皮肤 粗糙 毛孔开始 都小 变得幼滑 再来的话 就是你的暗沉 由于它有这个量力的 你感觉到 哎 我的脸好像亮了好多 对不对 再来的话 你如果有斑 它既然可以再生新的细胞 那么就会 我们的为什么会有斑呢 就是我们的色斑母细胞 受到比如说我的内分泌影响 它会分泌过多的色素 沉淀在你脸上 当你年轻的时候呢 我们20岁的时候 我们会很快地把它吸收了 所以代谢掉了 因为你的功能比较强的时候 但是40岁以后 你的所有的 自己吸收代谢中的 很暖色 它就 存在你的脸上了 就成了斑了 对吧 那么它呢 就是会修复这些 受伸的色斑母细胞 让你的色斑母细胞 正常的分泌 均衡的色素 你是黄种人 你就会分泌出来 黄种人的这种色素出来 你是黑种 黑人 你是黑的 你是白种人 就分泌白的 不会分泌过多的色素 这是它最关键的地方 那么增加胶原 你就不会松弛了 然后细纹 小的细纹 嘴巴 我们的波尿酸多的话 小细纹就会没有了 那你整个的脸被提升的时候 你就不会老化了 这一支 就是我刚刚上讲的 你在白天 在你涂了精华素 擦了精华素以后 你一定要用这个 修复霜 打个底 打完底以后 再擦一霜 要不然很多人 本来就很干的 再直接擦一霜 回来就会说 哎呀我好干啊 你们这个产品不好 因为你不会用嘛 当然不好 对不对 所以一个产品 在推广过程中 它的使用也是非常关键 如果它觉得不好用 它就不会用 对不对 它就停止用了 而且它也没有效果 所以你看一下 对于我刚刚讲的 它里面的六大精华 就是在全球 有这六种精华 在一个产品里面的 就只有结实这个工具 真的太牛了 因为我看过太多的配方 这支最牛的配方 那么另外你看 里面也是 我们每个产品里面 都有248种生长 从10年开始 所有产品都有 我们的248种生长 这个是它的重头式 那么我刚刚说的 自练型的美白幻彩 进化 那我们这个里面 修复基因的 就是我那天也讲了 AMPM里面最重要的 修复基因的 就是猫爪草 宝东人应该知道 猫爪草吧 猫爪草在台湾街都买得到 就拿它来煲汤了 其实它最重要的 它里面的一个成分 就是修复我们单股 和双股基因的 修复我们受损的基因 所以说它这个里面 有Cat's Crow Wind 就是猫爪草的这个 鲸提炼的成分 这个成分 就是专门修复我们 感受体在我们第二个 对 这个成分也是可以修复 我们老垂体 我们让我们睡眠 好的 就是我们这个 我们的退黑技术的 对啊 所以说这个就是 非常重要 你知道它里面的中心 我刚刚说的美白幻彩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一个就是 支炼型的 它是一个维生素C 一般来说 我们传统的美白 是用维生素A 维生素A会美白 很多成分 但是维生素A的话 我们过去在医美的用的时候 只能晚上用 如果你白天用晒太阳 会皮肤矮 所以科医家就改进了这个 在这个里面用的是 支炼型维生素C 它这个就是非常稳定的 不会反黑 对 也没有这个会什么 引起cancer的功能 所以这些 如果你是做专业的 你看着什么 哇太浓了 所以我特别喜欢 用我的 我们的碗霜 每一次碗霜 我定最多 然后每天我化妆之前 我就是先 擦了碗霜 也不是擦一点 擦很多 然后再擦一双 这样的话 你的皮肤就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亮 而且基本上 慢慢皱纹 没有那么多 对 非常好 然后你看 这个就是我们的 媒体霜 我们媒体霜的话 我们在广州的伙伴 就是用了两个星期之后 你看它的 它的脚开裂 开裂有时候 以前我们是用黄瓜 黄瓜的提炼剂来抹的 我在诊所都会用 人家刮刮刮刮 刮以后黄瓜 附上去黄瓜精华 现在它这个里面 就是用了 我们看一下 你看它里面用了什么成分 用了就是小黄瓜 也是补水的 24角度补水 用了这个西伯利亚的牛庞根 牛庞根就是日本人最喜欢用的 就是拿来煲汤 防癌 抗癌 然后呢 超补水 然后还有呢 就用了热带的所有的 超级抗氧化的水果 里面有大量的维生素A B3 维生素C1 Coton 这些东西 然后再加上248种生殖 那么这一支 我们的外用的 其实我觉得大家为什么一定要用呢 因为其实我们人科学家来看 他就看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器官 我们的皮肤占了我们人体80%以上的 一个最大的器官 那这个器官呢 就跟我们内调节 我们内部的调节 非常有关的 你的调节 还有我们的皮肤 是我们 我们所有内脏的保护 如果一般来开始 你病的时候 就是皮肤开始 皮肤开始 会溃烂掉 皮肤开始病变 那你这个人 其实你的 一个防御功能 你迷工的 就其实就没了 所以说在这个里面 我们 你们看到它的设计 你知道 铁架 就是 铁石的铁架 太牛了 它里面 这一枝是150个ml的 其实在我们来讲 是一个fall long size 它就是让你放心的去用 不要吝啬 洗完澡以后 从你的脚开始 全身长 全身长 因为这个是你最大的器官 而不是就是 哎 我皮肤无所谓了 就涂脸 脸很漂亮 结果等你脱了衣服以后 全身鸡皮 你看那个 美国有很多的明星 我就发现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 它的脸很漂亮 但是它拨到一挤起来的时候 它不是穿碗里头吗 这里全是皱纹 皱皱 然后再加上扳 是不是 其实很糟糕的 所以说 其实我们也要 从爱妇 自己开始 这一次呢 我在大力药 他们用的时候 就是说 你带着美容院 你按摩的时候 让那个美容师 抠它的吸取容 一起给你推 全身推 我是让我的美容师 这样全身给我推 然后最后 胸拿这个来推 这个推的话 就可以推 把淋巴给推通 你的胸的话 不会就是 节节啊 鼠塞啊 另外的话 你的胸一直会很平 因为它里面有 248度生长 它可以一直 把你的胸部 给它收紧 提升起来 非常有用 我教我的团队 都这样用 放一只 我就放一只 在我的美容师那里 我每一次去 就在那里用 反正便宜嘛 30多块钱 美金可以用很多次 所以我是这样的 那么再来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 水面膜 那这只水面膜的话 就是我那天 也给大家讲了 它主要的成分 就是我们的 四瓶豆椒 跟橘距根 这些呢 都是巴西的 土族的一些植物 应该是在南非吧 这一些 土族用的 土族当初的时候 他们就是把这些 植物的 那个石窝 中中中中以后 就铺在脸上 结果科技还发现 这些部落 他们脸像丝绸一样 而且他们从来 没有生过病 很少生病 结果他们就发现 这个东西呢 它有很强的 收紧提升的功能 那么他们就把它 放到这个 提纯以后 放到这一只里面 然后再加了 一个多糖体 加了248种 生长因子 还有符合维生素 就补充营养的 所以我们的产品是 即补充修复再生 于一体的 然后你做上去 我们这个面膜 有精神的这小品吗 没有 因为这个当初 土族涂 这个当我们去听 刚刚出来的时候 所以他讲的就是说 因为这个土族涂上去的时候 差不多要五六个小时才干 他们为了让这个东西快干 他们就要在里面 加这个就是一种医用酒精 这个医用酒精就不是 它是 是一种没有遗存的酒精 它的目的呢 加进去的时候 是为了快干 这个酒精也是在我们 医美的时候经常用 我们医美的时候 有时候给人家消毒啊 给人家做那些 我们要快速的 快速的 它没有遗存的酒精 因为遗存如果 它在脸上 它会带走我们的水分嘛 所以它这个里面是没有遗存的酒精 是一个医用酒精 不是阿可 是你们自己仔细看一下后面的 这个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 那这样的话 你就会 差不多二十分钟就干了嘛 快速 对不对 所以为了 目的是为了这个 所以你在给你的新会员使用的时候 你一定要给他讲通这一点 他一看一闻到 啊那么强的酒精味道 我怎么可能用啊 什么的 那么你就告诉他 要么就寄到一个小的美容碗里面 啊 美容碗里面 等它恢复一下 你再敷上去 或者呢 我就寄在手上 我先让它扇一下 然后再敷 但是这个呢 就当你用了一段时间 你试一会儿 你就不觉得 有那么 有感觉了 像我现在 我完全没感觉 就是我觉得这个味道 我还蛮喜欢闻的 对吧 然后因为我喜欢闻酒精 气油啊 这些 对 生气油 很奇怪的 所以每个人都会 像我老婆说 他喜欢闻那个臭熟的味道 他闻了以后很香 Oh my gosh 所以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对 你就 我们就很适应这个 慢慢你就适应 所以呢 结识的所有的 不不停的理念呢 就是一个 排毒修复 带生隔离 首先是排毒 把你体力那些 刚刚我说的什么 化学东西啊 中金属啊 什么超标的这些 这个技术啊 因为我们过去的产品啊 美容品 那个Linda 建 建啊 她以前是做 伊美 她是美容的嘛 那我们以前是在 国际标准上 也就是允许可以 添加添加剂 你们都知道这一点 可以允许上 我们也可以加 我们一些所有的产品里面 都有一些是 Tabtai啊 这些就是 这些 本有毒的 但是呢 这些呢 是国际标准可以加的 可是但是 长期使用 其实有问题 对 那么我们这个呢 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添加剂 销宝宝也没用 所以这是非常好的 第二呢 超补水 然后呢 自然量力 第三呢 隔离主要线 PM2.5 那么当你使用以后 就是让你的皮肤 自动的去生产 胶原蛋白和弹力蛋白 而不是补充 补充的东西 始终不是你皮肤 本身的东西 它会流失掉的 对不对 后一段时间就没有了 如果它是你 肚定的刺激 它补充 肚定的来给你补充 肚定的补充 就是你越来越好 然后呢 就是有效的减少 细维的动物产生 单化 单纹 减少黑色素的情练 延缓肌肤的老化 所以呢 杰斯产品看到没有 是不过所有 补充品过去的 就是一个革新了 所以说跟过去的产品 也是划时代的不同 所以杰斯这个呢 我说它好 是没有用的 在美国所有的产品 它都会通过 第三方的临床试验 那么第三方的临床试验 上面是没有标注 杰斯这个产品的名字的 那么拿去做试验的人 就是双毛试验 你不知道哪些人用的 那么这种试验 做下来以后 那么他们发现 使用90天 你的胶原蛋白会增加40% 180天以后 你的胶原会增加70% 细胞代生率 则高达98%以上 所以我刚刚说的 为什么就是说 你会有这个效果 就是我们的修复霜里面 有我们的专利的 延增技术在里面 非常有的 那它就不停地 代生你的新细胞 所以我们就说 我们四十岁以后 我一直说是黄脸婆 那你有这个产品 用完以后六个月 是不是就把你那些 老化的皮肤 不能工作的皮肤 代谢掉了 那你都是活化的细胞 所以说呢 他们在做了这个 就是采访 所有用的人 进一个采访的时候 就发现 100%的人都说 我会把这个产品 推荐给我们家 这个是很少有的调查 很少有的 所以这一点呢 也是解释公式 可以在短短六年时间 业绩可以靠口碑 做到十亿美金的真正原因 就是产品会说话 因为任何一个公司 要做的产品 产品才是它的基石 大家同意 一个公司刚刚出来的时候 会很火 很多人趴 扑扑扑扑扑扑扑 的时候会跟地 会狂热地去吹捧它 但是呢 时间是检验任何东西的 唯一真理 那随着实验的推移的时候 让更多人发现 这个产品好了之后 他就会去开口分享给他的朋友 对吧 所以说他87%的人 感觉到这个产品 我的皮肤看起来年轻了 87%的人也觉得 我的皮肤更紧实 更亮了 更smooth 更油滑了 所有这些 只要一个产品 超过50%以上 就算好的产品 我们看一下 杰西的指标 都是70%多以上 所以它是问心无愧的 你的用家会说它好 那我们的这些 第三方的检测 也是会说它好 它真正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产品 后面就是一些案例 这个小孩的话就是 他是被煎炮炸伤的 炸伤的时候他是杭州人 那么当初的时候也不是我们的团队 是另外一个团队 我们就是去到杭州的时候 正好就是 他们就分享了这个案例 就是这个孩子被炸伤 妈妈他们家是农村的 妈妈就送他到医院 医院就说的要取贫 要送他大股内侧 这个三十万元人民币 他妈他们家里没钱 没钱的时候 正好就遇到一个推广人士 就是你用这个清房数 把信价给你儿子 然后他妈妈就考花多少钱 他说六千块 他说那这个赶快给他用 用上 觉得这个也不贵六千块 结果用完以后 他妈妈把他每一个 每用的每个时间 给他攀下来 两个月以后 他儿子完全没有任何办法 他妈妈就跪下来感激 那个推荐人说 这个东西拯救了他的家庭 要不然他们家再在高处 二元村的 然后再来的话 这个孩子以后长大 你知道吗 怎么样都有就疤痕 对他的心理 把心理的健康都会有影响 所以说这个叫做 小小的童子拯救了全家 小小的童子拯救了全家